你不一样的开发工具有不一样的开发工具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套开发出来只能够在Excel里面运作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把它在别的地方运作的话 你就要用别的开发工具才能开发出来 不过呢 基本上我想这样已经对一般的办公室人员已经足够了 绰绰有余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呢 这个占有率最高的就是这一套Excel 我想大部分应该没有一台电脑上面没装Excel的 应该没有 大部分都有 而且在Mac电脑上面也有Office 也有Excel 也有VBA 所以在Mac上面也可以运作 不过在Linux上面好像就不行 不过现在应该没有人拿Linux来当一般的操作 顶多是制服器会用Linux 所以基本上一般的办公室环境 这个应该已经绰绰有余了 那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个表单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请各位看一下表单在这边会出现 那我们要怎么样增加一个表单 首先的话你就按右键 特别注意就是在专案上面按右键 那右键之后的话呢 有个插入 那插入的地方的话你就等它点一下 里面的话呢 各位找一下 主要呢 就是会看到一个叫制定表单 制定表单 表单的部分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它会自动会跳出一个表单出来 那当然一个专案里面的话你可以产生很多个表单不止一个 那只是说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这个表单 那第一个就各位可以稍微把它拉大放大缩小 那另外的话呢可以配合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上面的这个部分完成的画面 那请各位大概照这样的一个画面呢把它做出来 那里面的话包含哪一些元件呢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需要的 包含就是说先把这个外观先先改变 那我要怎么样去更改那个所有表单上面的元件上面的那个比如说包含它的文字 跟它的大小还有它的颜色 基本上都会用到所谓的下下面这边有个那个这个属性 那基本上属性的意思就是你要去更改所有 这个 所谓的元件上面表单元件上面的所有一切外观都会从属性里面去变更 所以基本上打开之后的话底下应该会有属性的这个视窗出来 那如果你不小心关掉没关系啦你就到哪里检视里面 找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属性视窗就可以出来了属性视窗 那当然你如果不小心把整个